我们继续讲这个花盐要解 其实是花盐吞海集 花盐吞海集就是将花盐经吞海 就是将很多东西浓缩来讲 我们上次讲过这个花盐经 花盐经是佛教的传统 花盐经是佛教的百科传书 整个花盐是讲我们修行的过程 所以我们两个经是对我们修行有帮助的 最能够依照它修行的 一个就是妙法莲花经 一个就是花盐经 两个都说自己是原教 天台就说这个是原教 发花经是原教 因为我们就是佛的 这个是最原的 我们就是佛了 原呢最原 因为为什么呢 马上就是佛 说你是佛又是佛 我们依女明知 穷子随分 我们本身都是佛 所以这个就是最原的 那花盐就说你发花这样讲 但是有谁立刻成佛 只有龙女一个 中了谁 你说谁 所以你的原是未够究竟的 我们才完 为什么我们才完呢 因为我们有十信 十诀 十行 十回向 这个所有要做才完 天台就说你花盐是别教 因为你要刺帝 没有刺帝才是原教 但是没有刺帝 你又怎么得个原教 你得一个龙女是原教 其他都不是原教 我承认你的根基是最高的 但是怎么做呢 普通朋友来说 望闻轻叹我 你说你是佛 那就是佛了吗 我就是说 其实可以的 你说你是佛 我是佛开始吃债 我是佛不杀生 我是佛不偷渡 我是佛不什么 所有佛都要帮助众生 那就是佛 但是你的佛又不是佛 见到寿司又不是佛 你本来就是佛 见到寿司又不是佛 见到家庭街又不是佛 所以有时是佛 有时不是佛 所以心情好时就是佛 心情不好时就是佛 心情好就是菩萨 心情不好就是佛 所以要慢慢收 十信十行十住十回向 花盐 其实就是说这件事 所以两部经是最好的 但是究竟怎么收呢 究竟怎么收花盐 怎么收呢 所以要十住十行十回向 所以墨中就是修行 墨中就是专门修行 专门修行 修行将这个《法花经》 变成了胎藏界 百业连台十三大院 就是转八色乘四字 然后有佛母院 这个是胎藏界 就是我们本有的佛圣 变成胎藏界的修行 这个也有得收 收自己的生物 花盐变成了金刚界 花盐为什么是金刚界呢 金刚界有九会孟达 九会孟达 九会孟达 首先行三世会 行三世三会耶会 就是说你最先要有 法菩提心 要有行三世 行三世 行三世即是要出来三世的决心 心会耶 即是有个愿 法愿 要出来心界先 你首先要有法菩提心 要自己出来心界 亦都要带众生出来心界 所以就发菩提心 第二呢 安全下生继绘 你真正去 康复自己的烦恼 真正去对峙自己的烦恼 真正去上去去唷三世 小城真是能够覆 Christie 看见诗以惑 jestem 短的见诗以惑 正了阿罗汗果 但这个不是大集的 那你再 Applic Toyota 来的时候 理世会 因为iska 这些东西你无法康复,我无法康复,你无法康复 就是我们的根本烦恼,欲触爱盲,四根本 我们是金刚萨多,五秘密,欲,欲触,接触,爱,盲,爱盲 这是欲触不到的,欲,贪欲 我们的贪欲,如果你能够康复,那怎样呢? 你经常想不去康复它,是不能够康复的 但你经常想不去康复,那又怎样成佛呢? 原来这个欲触爱盲,我们经过发大菩提心的时候 就可以转化它,我们不要去对峙它,不要去断它 不要说我没有贪欲,什么都没有,谁说没有贪欲 给了资金我,给了资金黄龙子,不要贪欲 给了资金黄龙子,当然有 所以,个个都有的,个个都顾自己的 但是呢,如果我们发了菩提心,所以要发大菩提心 这里开始发心修行,发大菩提心的时候 将这些变大菩提心,我想成佛 这个粥变成了接触众生,不要退缩人 不要说小成,要接触众生 要接触所有众生,你不要去学小成 三意一步,日中一食,日中一食,书下一缩 这是小成行为,就算他自己搞定了 都最众生无益,所以我们有个徒弟 所以,我一旦走去发生子,日中一食,日中一食 日中一食,日中一食,日中一食,日中一食 日中一食,日中一食,日中一食,日中一食 所以就算你得,你都是一个人了 你一个人搞定,那我呢,你不用顾我 我老了之后,你扶的,所以这个 这个是大件事,所以这个粥要跳足众生 爱,爱,爱就要大爱,爱所有的众生 所以,有些人什么叫恋,同性恋 你究竟争不争承同性恋 我们不争承一世的恋,恋是坏东西 苦恋,贪恋,爱恋,痴恋,傻恋,失恋 什么恋都是没有的,但爱可以清淨 父母之爱就是清淨,但父母之恋就是大件事 所以,恋是错的,爱是好的 你说同性爱可以吗?可以 同性恋就是各个人有各个人的看法 所以,我们就贞成爱,不贞成恋 凡是恋都是错的,贪恋 已经是邪了,已经倾向了执着那类 所以,要大爱,爱所有的众生 你不会说自己走去,自己成了 我慢更高,有人在网上问 为何众生都会成佛,我们为何要去度他? 为何不众生来度我们,而我们要去度众生? 那就是我慢,你要给我度,我要度你们 法缘要度你们,即是比你高 这些都是我慢,其实是不好的 为何不众生来度我,为何我要度众生? 众生来度我,就很厚一点力 但这个慢就是,因为我有责任 我在社会的一份子,所以我对社会发生的事情 有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的责任是 要去度众生,帮助那些弱,世社群 让他们过得好些 所以,这个就是我慢变了佛慢 我慢变了佛慢,所以将不好的东西 欲触爱慢变成好的东西 所以,任劳痴即戒定位 这个能解释一点,初期不要说那么多 任劳痴即戒定位 这个就是李翠 李翠你不要以为只是墨宗 三藏法师也译过,即是原装法师也译过 这个是李翠经 这个是李翠经,只不过是《般若经》的李翠份 都是李翠经来的,即是李翠经 整个李翠经有很多译的 义政三藏也译过,原装法师也译过 当然我们是说北空三藏译的,他们是李翠经 这个呢,李翠经过了之后呢,你知道这个根本烦恼 就是我们的自圣,这个呢,你将发了狐狸心之后 你将你的根本烦恼,就变成道众生的方便 那我们呢,就是一印法了,知道我们自己就是佛了 这个一印法呢,就是自己就是大日如来 今次大日如来,有四印,小事四个,四方面 四印,可以解释到四方四佛,阿错比佛,阿弥陀佛 亦都可以解释到四家行为,四家行为 因为四家行为呢,明尋师,是尋师,自圣假立尋师 这个呢,四尋师就证,四如实师,这个是四家行为 所以呢,这里呢,就是十诀,这里就是十信 第一是发菩提心,第一发菩提心,这里就是十信 十行,十回向,十回向,十回向,跟着呢 做完之后呢,就发四家行,四家行为呢,共养会 共养会呢,就是,我们呢,如果能够共养成就的时候 那我们登初地,登初地呢,共养布施呢,没有布施的我 没有布施的我,没有布施的对象,这个登初地 那二地的时候呢,就是微细会了,由二地到八地都是微细会 微细会呢,就是二地到十地,十地都是微细会 就是这个,这个布施持戒方别言历志,各样东西都要微细 各样东西都要三轮看空,空就最微细了 所以各样东西都要看空,看到最微细,不要执着 这个持戒,持戒登二地,这个清静地 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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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这个,不要执着,我是持戒人,你不持戒 不要执着有持戒这回事,也都不要执着有持戒的对象 也都不要执着持戒这回事,那你就登二地了 持戒人要精进方便愿力致,那就登十地了,这个叫微细会 那这个就是揭摩会了,揭摩会就是十地之后呢 等国,妙国,等国的时候呢,你就要收这个百劫相好 就是要十地之后,就要收百劫相好 最后就成生会了,真正成佛了 所以这个墨宗来说,墨宗是将些东西变成修行化 所以这个百花就变了胎藏界 花炎就变了金刚界 金刚界所说的东西,这个《大日经》所说的东西就是花炎 花炎所说的东西,《大日经》九回曼达拿 我们花炎十字十行十回,十地等国,整个成佛的过程 花炎是整个成佛的过程 这个《大日经》又是整个成佛的过程 所以这个遣教墨教其实是一样的 不过墨教就着重修行方面,遣教着重讲方面 例如我讲十信,你怎样信? 你说怎样信? 怎样信? 说听,听到便信 十行,那怎样行? 十行,那怎样行? 十行便行 怎样行? 释针怀珠 你要做,你要收,收公养法 人们说风制法,经常收福报 人们讲福报,没有福报很苦 所以学法有几种 你说现在我逆来信仇 现在外面讲经经常叫你放下 不要烦恼,什么烦恼 子学家跟你说怎样放下烦恼 这些学法的人跟你说 内心清静,什么清静菩提 我们爱心清静,放下烦恼 小成就叫你放下烦恼 放下烦恼,放不放得下呢? 又放得下,放得下那怎样呢? 放得下,放得下便是逆来信仇 那便经常都窮,窮但放得开心 那也好 窮得开心,为何不要有钱呢? 那便要收大一天,收大一天有钱 那便没有烦恼 那便需要对峙自己的烦恼 你有福报自然没有烦恼 你身体健康便没有烦恼 身体健康便没有烦恼 身体健康便要烦恼 你有了资粮,不要说钱 李嘉诚有很多钱 你说有资粮,我修行的资粮 我来听经,有钱坐车 有几个钱花,黄龙子要起塔 我有几个钱捐一下,便很开心 不要说别人 你捐多少? 我没有钱 所以,福能涉慧便是慧,不能涉福 所以,所有的讲经 你看《温暖人间》也好 看《佛节》也好 叫你放下,不要有烦恼 真的可以放下烦恼? 你真的放下烦恼要有福报 所以,我教你先收福报 你可以收福报 你可以修大一天,修准题 修准题便是用福报 修准题,修大一天 念欢迎菩萨,念大悲咒 这是真正的修行 如果你说,真正修到十二天神功 就供自己的星座 八样座 今年是什么? 今年是母曲 卡多拉伊索阿卡 这是一条酒念 你这个当然可以 可以就是什么 所以,先搞定了福 你只是说,没有烦恼 这个不行 要做才会没有烦恼 如果你经常放下烦恼 即是你逆来顺受 但是,没有进步 你一样没有用 但是,你要找到一个方法 但是,可以挡住现在的业 又可以增加你的腹部 再挡住你的业 即是没有病 不要有别的发生事 然后,有腹部 有腹部的时候 你自然没有苦恼 没有苦恼的时候 并没有烦恼 但是,可以少到烦恼 至少 不用休才休米 那些都是烦恼 那些都是苦恼 苦恼和烦恼是不同的 不过,你说 人家说没有烦恼 因为他本身没有烦恼 因为他是大学教授也好 什么都没有烦恼 没有了苦恼 没有烦恼 那份工作也好 又安定 说完那些风凉的说话 不要紧 他都不紧 所以我们学佛要注意 所以我们上次说到十讯 十讯盐碗 所以这个发花就是胎藏界 花燕就是金刚界 花燕经和大日经是一样 花燕经和大日经 不过花燕经是着重理论 大日经是如何教你 如何承罚 如何去收 所以他要方便给你收 所以这个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花燕 我们先说花燕 先说花燕 整个花燕 八十一卷花燕 八十一卷的花燕 全部都是说法毫提心 由法毫提心开始 法毫提心 当然佛自说 讲医政二部 佛的医部和正部 最先那个 菩提祥的七处九回 七个地方讲了九个法会 这个菩提祥 讲自己的医政果部 然后在普光明殿 普光明殿 讲这个十信 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以菩提祥就讲自己的医政二部 讲这个宇宙 讲自己是佛的医政二部 这个是毫提祥佛的医政二部 这个是讲十信 我们要开始修行 那怎样能够成佛呢 现在说到佛有这么伟大 那我们怎样能够成佛呢 佛就由这个十信开始讲 所以在大乘来说 你由这个初初化身 收到十信本身 要一万大劫 所以不用急 一万大劫 要有时间收 所以不用收 所以不用收 为何这么久都未得 因为未够时间 一万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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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这个十信本身 开始收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在这里收收收收收的时候 收到初地 这就是四家行为 四家行为 到初地 这个初地 初地呢 这里呢 就要一个阿曾祈劫 佛有 这个十有五十一个零 十里面有五十一个零 后面有五十一个零 一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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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正初地 由初地到白地 到白地就是第二个柯真騎劫 由拖地到白地 由白地到十地就是第三个柯真騎劫 第二个柯真騎劫 第一个柯真騎劫 白地到十地就是第三个柯真騎劫 十地以后就等国 等国就收白劫上好 白劫收上好 就开始就来成佛了 所以白地已经是不动地 白地已经可以成佛了 即将来一定会成佛 所以那时就受祭了 延登佛与我受祭 这个就是白地菩萨 白地菩萨受祭后 经过十地圆满了十波罗蜜 接着就等国了 进入白劫上好 所以整个成佛的过程 就是《花延经》 就是讲整个成佛的过程 最后加上善才同志 做示范 五十三参 参什么呢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到十地 第十地的时候 他参十个 因为为什么呢 十地以后就是等国 所以那几个人说 所以那几个人说 十地以后 白劫上好就参十个 加起来就是五十个 加起来就是五十个 加起来这个 蒙树 浦言 美勒 刚刚就五十三参 其实就是成佛的过程 如果入法界本 就是一个示范 就是说善才同志 他收到十项五心的时候 他就开始参十字 十回向那些大德 成佛 所以整个经就是讲成佛 不过因为这个经 它有很多菩萨 很多性 有些人就说 这个蒙太虚大师 《灵严经》是否真的 他说 你不要理他 《灵严经》是否真的 你看一下 如果你能够写到 《灵严经》 看看是哪些人 那你写到《灵严经》 測冷字 已经是不得了 里面的理论 人等等 不能够重复 现在《灵严经》 《灵严经》 一百二十万个字 你写第一个字 就想到一百二十万个字之后的东西 你这个不是人 这个是超人 至少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 所以现在科学家 科学家开始登月 就是四十年前 美国登月 登月之后 他不敢再去 为何不敢再去 因为登月时 有些光闪来闪来闪去 然后发现月球 原来是假的 月球是假的 为何是假的呢 这个月球是假的 空心过月球 科学家说的 当然 面头有些东西 被人撞一下 撞到地底里面 那些人 这个月球的人 是什么人 可能我们的祖先 这个宇宙 就是上一次 上年我们四十六亿年 我们六千万年前 才有人 我们没有理由 那四十六亿年没有人 所以四十六亿年 经过很多次地球灾难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祖先聪明 做了一个 好像星球大战 那些死星 那些人造的星球 就是月球 会碾着东西来转的 可能这些就是我们的人类 可能是我们祖先 所以要做四哈佬 认他做太爷 就可以了 那他就不会搞你 所以这些是我们以前的人类 都不理解 他走了 这个地球上一次 快被东西打到暖沙龙 炸到暖沙龙的时候 他就弄出一个假的星 要绕着地球 所以 这个 这个 无量那么多 都是我们的修行 所以我们上一次 就是这个 土光明明 所以说这个 《花盐经》 不是小成人听到 有眼不见射罗生 有意不吻明明 说完十讯之后 他就声颂了 涛利天 涛利天 这个妙圣殿 这个涛利天 这个涛利天 妙圣殿 帝式天 讲十住 接着 夜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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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十行 再去 兜率天 兜率天公 就讲十回香 他化自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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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讲十地 十地 接着 普光明殿 就是讲等国妙国 再会普光明殿 三会普光明殿 最后在世多林 讲善台同志五十三参 在世多林 即是善台同志出法的地方 世多林 讲善台同志五十三参 所以他全部在天 涛利天报 所以声盟人是看不到的 听盟人是听不到的 这些是四十一位的法身大菩萨 十住十能十会 为什么四十一位 就是四十一位 十住 这个初住是这个 一个十个 十个 十个 加上等国 就是四十一个 十信 不算十信 因为初住里面 十个信心 要满足才行 十个信心不是街位 十个信心 要举备这十个信心 才能证到初住 所以初住的时候 已经升上涛利天 他升上去 突然间就出现 所以你现在看YouTube的时候 那些UFO突然间出现 突然间消失 为什么会突然间消失 因为是第二个空间 就是你入第二个空间 由一个空间 入第二个空间 其实那个空间 是在我们旁边的 不过你由一个空间 入第二个空间 你便看不到 你突然间消失 那只鬼是爬出来的 白街市街 现在人们说是假的 其实假不假都不好 理得他 但是爬出来 突然间消失 因为他进了第二个界 我们的空间 是有薄膜的 你能够穿过薄膜就可以了 你都很容易穿过 失恋 生意失败 他们想想想想想 想想 变了思觉失调 去到第二个空间 去到第二个空间 听到一些不应该听到的东西 听到一些人在聊天 听到一些古代的人在聊天 那你便进了第二个空间 所以由一个空间 入到第二个空间 到北动而升 所以叫做北动而升 即是法权部都在说北动而升 由一个空间没了 再第二个空间出现 中间是不用坐太空船的 所以三十四点七亿光年 你便不用怕 北动而升 所以你便不用说 我们的宇宙这么大 我们何时才能去到 旅行到宇宙边缘 有部片 你可以看的 在YouTube上 旅行到宇宙边缘 宇宙有三十四点七亿光年的光 要行三十四点七亿光 但是光每秒钟是三十万公里 所以你说三十四点七亿光年 我们都化了灰 不是 三十四点七亿光年 在你一年之中 因为北动而升 这里没了就去到那里 即是不用经过什么 这是能量输送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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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讲这个 涛利天公榜 第十三 第六页 讲到第六页 上去上高 这个三会 涛利天 第一会 就是这个菩提墙 菩提墙 就是说依静而佛号 第二会 就是普光明殿 这个也是灵界的 即不是一人 虽然在人间 在摩洁堂博 但是声盟人是见不到的 第六页 这个第三会 是涛利天 涛利天 涛利天 就是帝式的宫殿 我们讲什么 这个三十三天 其实呢 这个涛利天 是中间的天 三十三天 这个帝式 叫做释提弘恩 释提弘恩 他在加业佛的时候 是一个长者 一个居士 他在加业佛 入涅盘的时候 就要 去社利 来夹钱 去社利 给加业佛 释提弘恩 做法喜人 所以变成涛利天 这个是涛利天 中间 只有三十二个 根据一起化身 有三十二个天 圍着它 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 其实是帝式天 涛利天 涛利天 涛利天上面 是半月刑 半月刑 我们这个梯刑 在这里 四方 四方刑 是北区龙州 我们是梯刑 在这里 东盛神州 猴猴子 是半月刑 半月刑 半月刑 所以我们有四大部州 涛利天 在衰微山顶 上面有个宫殿 这个宫殿 叫做苗圣殿 这个是涛利天的妙圣殿 所以这个三十二个 跟它一起 所以现在黄龙 起泄利塔 大大大 够肯出钱 可能是其中一个 一个都不定 黄龙潜尸 非剑枕黄龙 律动邦 够钱 律动邦 律动邦 是造水使者 所以这个 泄利 供养泄利的功德 所以有三十三个天 三十三个天 一起去三十二个天 三十二个天 三十二个有钱 有夹凡出钱 去起泄利塔的人 都成为这个 但是帝式 释提荣音 发起人 自己做了帝式 这个是 星衰微山顶 衰微山 衰微山就是两个倒塔 所以我们的衰微炉 就是两个倒塔 衰微山就是这样 衰微山就是这样 两个倒塔 这里有四大部州 南尖部州 这里有猴子 东圣神州 这个是西牛河州 北驱牢州 北驱牢州的人一千岁 这个西牛河州的人五百岁 这个二百五十岁 东圣神州 我们一百岁 我们是最少的了 但是我们有如意事 所以准提菩萨就是如意事 准提菩萨就是如意事 准提菩萨满众生的愿 北驱牢州有自然度 有只满欲牛 有只牛可以满欲 满足你的欲望 这个东圣神州 有自然度 这个有众保生 每一个州都有个保 我们的保就是如意事 所以准提菩萨满众生的愿 所以我们 星衰微三顶 京中妙定妙性殿上 衰微三顶有个宫殿 叫做妙性殿 妙性殿是色提菩萨的殿 呼至普光明狮子在耳 帝色遥见法来 帝色见到法来 还有什么在汤离天说呢 地藏经 地藏经 小城也有说 小城说 佛在第十四个结下 他去到汤离天说法 他不知道地藏经 我们知道 小城知道他在天上说法 下来的时候 一边是凤凰 一边是帝色 扶着他下来 一条天梯走下来 小城也承认这个 有一年 释迦牟尼佛 去了汤离天说法 不在人间结下 在天上结下 所以我们说他说到这个 道他的妈妈 摩耶夫人 小城人都说他去道他妈妈 不过他不知道他说了地藏经 我们知道他说了地藏经 因为小城人不承认 我都没听过地藏经 我都没听过他说 他说他没有下来 他在上去 你都去不了 花园经 你怎么去到天顶 你去到摩耶夫人 去不到 去不到 不可以说他没有 因为他不是说给你听 说给四十一位的化身大菩萨听 所以 不是自己听不到就没有 所以不是我们见不到的东西就没有 现在科学家在找到这个世界 有没有其他生物存在 一定要有生物 灵界那些都不行 灵界那些大阪不用去找 旁边就是 你懂得遷迹 你便找个犧牲 失戀 几万换不着 六万换不着 去第二个世界 打破格幕 去到第二个灵界 看到第二些众生 所以这个 呼光明朔 帝式妖建法来 曲弓合掌 善来世尊 善来善逝 受请入殿 忽然廣博 量等虚空 这个帝式殿 这个妙性殿 突然间等虚空更大 佳在佛中 佳延在佛中 我等今见佛 住须微顶 北企而声 一职一齐 所以北企而声 就是不用坐太空船 不用什么 而在这里目了 那里便出现了 所以你现在看UFO 那些 全部一出现 买了很大的 飞过去 突然间又不见了 闪了不见了 因为它进了第二个空间 并不是用什么 什么超光速飞行 超磁场 这个都不是的 其实它是在第二个 整个法界是自己的 一心 所以你在定里面 可以去到哪里 你想着哪里便去哪里 所以叫神触通 你入定的时候 想着去美国 那美国便移出来很简单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声衰微灯 身顶 跟着就是衰微身顶上 这个就是赞法 经中如来 从两竹子放光 这里每一次在会上 都有放光 这个就是 世尊两竹子放光 世尊有两个脚子放光 这个脚子放光 这个佛的脚子 有十个螺旋文 佛的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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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泰国 北坡那里看 墨佛的脚子 那里有佛的脚印 佛的两个脚印 这里有十个蚌子 这些蚌子 十个蚌子都有 所以脚子会放光 这个是十的 这里当然有些图案 有法文 然后有些图案 就是讲过历史 所以两竹子放光 两个竹子 当然是大竹子 竹子放光 就是从两竹子放光 法慧审十个菩萨 各说解就赠佛 法慧菩萨就赠佛 赠佛的内容 只不过是讲空的 般若 讲一切的东西都是空的 所以我们讲佛学的时候 就是说 如果你只讲修福报 这个是不得究竟的 你一定要修空 因为空才是究竟的 因为你的福报 讲来讲去都是这个世界 因为你讲来讲去都是 这个广义相对论 你讲有都是广义相对论 你不是灵界 你要讲一切的东西是空的 你才能够穿过去 这里我们讲这个 希格斯牆的时候 希格斯1968年提出来的 希格斯牆 有些东西是拦住的 你当它是十个网 拦住的时候 这是物质的世界 物质的世界 如果你不能够穿过物质的世界 你永远停留在物质的世界 所有福报都在物质的世界 如果你能够在这里入地 能够知道你的身体是空的 空就变成了微世 微世就可以入到这里 天 人 阿修罗 地狱 阿罗汉 碧枝佛 菩萨佛 佛 十法界 只能入到十法界 你不入到十法界的时候 你只不过在这里讲物质的生活 所以不要上楼 不要下楼 不要冤家寨主 你不要说冤家寨主 你的女朋友有没有说 哎呀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另一个 当你对眼睛去 哎呀 你快点走 你会这样说 你会这样说 有的 会的 有些会说 你怎知道他说真还是假 所以这个 都是走好一点 很危险的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物质的世界 不是吃寿司 吃寿司 现在是吃什么 新鸡寿司 鸡寿司 鸡寿司还没有人吃 快要有的 鸡寿司就有人吃 吃鱼寿司 赤木 鱼寿司有鱼的病 突然你吃吃吃就会有DNA 那你鱼的病 跟上你 能手能脚 能尾 所以 所以 通鸡寿司 容易得强流感 因为DNA 跟它接触得多 改了DNA 便很容易 所以 这个卫生区 叫你不要吃有血的东西 不要吃有血的东西 寿司 虽然没有血 但是整个生的吃 整个生的吃 会不会危险些 所以 千万不要再 所以 这个物质 你如果不能够被洗的时候 不能够正空性 不能够空这个身体 你去不了天人祸鬼 阿修罗地独生 那些 那些这样的境界 所以你打坐的时候 一定要正到空性 所以 这个四家行 就是圣空性 四尋司 正四如十字 第一 是明尋司 所有的名字都是假的 因为文法唯识 文法都是唯心的 所以 这个名字 所有的名字都是假的 我们说粉冊 粉冊的名字 跟着有粉冊的东西存在 是尋司 有粉冊的东西存在 有粉冊的东西存在 跟着有自性假立尋司 有自性 自性假立 这个粉冊是假的 因为我们变成了它 以为它是实有 跟着呢 差别假立尋司 到最后 全部都是没有差别的 因为粉冊和芝笔 都是我们变出来的 大家都是没有分别的 那你说不是 那个粉冊 明明是曹慧琪去买的 那为何是变出来呢 因为我们是人 人有好处 也有不好处 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用人变出来的东西 不好处就是被这些东西绑住了 我们变成了上楼下楼 有多些地方住 哎呀 整个宇宙这么大 你住得了吗 所以你只能看到 看到你三百尺地方 你看不到 三十四点七亿光年 那个舞台 你只能看到 在三百尺那里 转到五百尺 那你就看不到 为何呢 因为你在墨浙里面生活 你不知道 你还有灵界的东西 可以去嘛 如果你经过 这个四尘尸的时候 就是正空性 正空性 就是这样一声 跌到其他地方了 跌到其他地方了 跌到其他天人 你想去哪一地方 就去哪一地方了 这个地方便大了 所以不要整天 在世间里面说 上楼下楼上楼下楼 上楼下楼 你中六合彩 你就更死 更加执着 所以 所以 菩萨不会供蠢 所以 这个 这个 一声跌下去 你就可以落到其他空间 这个空间 这个是无量的 所以 你一定要正空性 所以 整个全部的经 都是正空性 因为第一件事 你要搞定这个物质生活 先 你以为这些东西 是买回来 或者它 你因为 这个是物质的生活 所以它变出来的时候 它又会进化 或者生物会进化 人会做 做了会买 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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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成 有钱便买 不用自己想 但是 在天人 在阿修罗就不同 在天宫自己变 很辛苦 隔壁的 波巡在隔壁 我天宫用我变 我变高 你实死 他就被打死 所以 你要低过他 所以天人 也不是很开心 那些威力小的 变到宫殿 低过 人家的河很大 很华丽 你低过 大家都在天 迫迫迫迫迫 迫迫迫 你是南天门 守门偶 你做的 你不教他打 你就是南天门 很简单 那为什么有皇母娘娘 为什么有 麻姑 麻姑都算好了 没有守 没有守皇母宫殿 外面的 都是天 都是天 所以天也有高低 福报也有高低 但是你要破除这个执着 所以要正空性 正空性大乘就是明尘尸 事尘尸 自性假立尘尸 差别假立尘尸 你正了四尘尸 就得到四如实至 明就是概念 你没有概念 怎样是混乱 混乱是概念 所以说遗色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 我们变出来 这是错的 不是我们变出来的 这些就是了 这些灵界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变出来 因为这是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 我们用的是 港义相对论 港义相对论 是物质 物质是不会我们变出来的 港义相对论 就是我们变出来的 到玄学书的 就是最小 玄学书 这个是M学书 M学书 这个叫M学书 玄学书 因为是佛的境界 这个更加微小 这个就是量子力学 随观察者的意志 这个物质 就不是除我们的意志 不是除我们的意志 变出来 但是当我们正道的时候 可以变 没有说不让你变 但是你有特殊技能才变得到 这个特殊技能才变得到 你有特殊技能就可以了 所以你现在上youtube看一套片 叫做什么 就是念力先生 他说以前碰在集中营里面 那些沙波鱼参 那些铁会黏在手上 那科学家研究 然后呢 很多东西 绑很多东西在他的头上 你看看他 念力一挂作的时候 他的皮肤的温度升了两度 升了两度 升了两度是很厉害的 所以他吸住东西 升了两度 所以这个是特殊技能 特殊技能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打作打出来的 他就是在集中营 因為自己本身没有东西 自己不用拿东西 想着这东西来拿 好像延伸到医院教的孩子 那些护士就没有空给他拿药 所以看这种药 那些药就悲到他的手上 是的 这个是人的 小孩子容易做些 因为小孩子的心水清 我们有这么多 有300尺有500尺 又上车又下楼 又多一毫尺 耗尺 所以这不是我们变出来 不是凡夫变出来 但你可以是你变出来 虚空凡碎大地平沉 虚弘老和尚临正道之前一晚 看到对面河的香灯师去厕所 明天问香灯师是否去厕所 他说你怎知道 因为正道的人就看到 不正道就看不到 这个是天眼光的 看到对面河 不正道就不行 所以要正空性 我们为何正不到空性 因为经常被上楼下楼下楼下楼 下楼下楼烦恼 旁边的那个拿学费 拿家用这个拿学费 拿我最好是我们 所以什么都不用怕 所以这个要讲空性 这个衰微生顶上界 这个赠板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十字 衰微生顶 就是讲十字 十字 就是发心 自地住 修行住 生贵住 聚足方便住 正心住 北退住 三同僧住 王子住 灌顶住 我们不要在这里看它 因为这是经里面讲的 后面的十字 就是整理出来的 现代语 现代语和经 那些不同 因为后面整理 加了很多现代化的概念 经那些都可以看 但是呢 就不是了 我们看回第七页的十字 究竟是什么的十字 这个十字 在衰微生顶上讲的十字 发心 第一要先发心 发起菩提心 去追求这个发心 发菩提心 什么叫做菩提心呢 发菩提心就是 大悲心和出离心 有出离心 小成都有 它是出来的 马上可以解脱的 大悲心呢 就是要 要救度众生的 即是南丫岛 你打算去码头先 要是救众生先 你再后一个上船 这是大乘菩萨 如果你开船去码头 这个小成行的人 我先走了 你这么辛苦 娑婆世界 不如扯上去 所以这个发菩提心 两样要具备 一个要出离心 当然是出离心 小成大成都是出离心 还有加多个菩 大悲心下去 大悲 要所有众生都是大悲心下去 第二是自地住 什么叫住呢 就是说 如如不动 当你修行 你发了菩提心 之后 有很多 你不发菩提心 不得 不发菩提心 就没有事 发了菩提心 之后 就有很多障碍 你学了佛 是不是有很多障碍 大家都觉得 为什么学了佛 这么多障碍 因为你学了佛 你有答应了人 你没有答应人 你没有答应人 你归医了 归医了 你有三十六个善臣跟着你 他见到你做好事 他就开心 见到你做坏事 他就糾正你 警告一下你 他越来越好 他越来越警告得越厉害 你就越多障碍 所以 无提心能发 发起很多障碍 很多障碍你都捱得住 都定的 都不会变心的 叫做住 为什么呢 因为初初学佛的人 因为初初学佛的人 网上有个问我 初初收准提法 变了很多障碍 收准提法很靓 头头很多障碍 他听到别人说收准提法 收起收准提法 头头很想应 收到好感应 头收法又不靓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第一 你初初收的时候 很多佛国师很欢喜 看到你以下 这个不得了 这个善林子 回心转意 开始 改修善 这个值得贞丹 所以帮你 看真一点 你都不粟 哈哈 那你不开始不靓 所以收什么 最先是好靓 收一下就不靓 怎样能够安住 你能够过到这一关才行 过到不靓的一关才行 那就要安住 这个就是十住 所以 发多菩提心 要有信心 有信心才有障碍 不会退心 障碍一定有 因为有些佛菩萨很紧张 有些想你好 不是坏 因为他都是想帮你好 你做错的事 有警告 做对的事 给你吃 就像浇海田 一条鱼给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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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给你吃 你变成就不靓 有时靓 有时不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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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不靓 是否有问题呢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为何没有问题呢 第一 你的功课 是不可以減少 周行的时候 你不可以缩你的功课 比如说 你宁愿不发心 灵影头头的时候 念十声法 接着二十声 接着三十声 你不要一开始 我信法 我念一天法 接着缩到五百 接着二百 接着一百 接着不得行 不念 令到爱者的时候 很伤心 那些菩萨见到你 前男子 你真是退了步 你怎样 给你警告 有什么办法 所以你为了障碍 只可以加 不可以减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买佛帐 只可以大 不可以小 不可以静下 佛帐又不要 最先 你不要买佛帐 看对 你认为要和他一世才能买 要照顾他一世 因为你买佛帐 有东西 住在这里 你扔到他 那他去哪 静下 放在我们 没有办法 我们会装香 我们就做多东西 给他放 这是第一次说完 王山戒经 又多了很多个佛帐 真是大件事 所以不能随便放 你要买 一定要比以前庄严 所有工具也好 修行也好 你只要一路加 就不要减 一减你就有障碍 所以 头头就不要太发心 常常 怕你们发心 那头就不要太发心 你千万不要太发心 你发心之后退心 你就大件事 所以 头头是少来 逐少逐少地加上去 就不要一下子 就发大心 地欲不空世不成分 你在落地欲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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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头都是这样 每个都是发得最大 所以 这个 只能够加 不能够减 所以 你要安住 在那里 你要安住 即是能够发到菩提心 你要安住 在菩提心 这个是难的 因为有时有进 有退 有进有退 所以 第一件事 要发心 发心住的时候 这个就是实信 初住的时候 分开实信 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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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信是十个条件 二 自地 自地住 就是修自己的内心 自地 自己的心底 善修自利利他之道 就是修自己的内心 就是修对治自己的烦恼 你安住了 那你要没有那么多烦恼 没有那么多烦恼 是不是 就是说 我们看通点烦恼 不给烦恼 那我们不会有烦恼 其实不是的 我的方法 就是增加多些福报 就没有烦恼 为什么呢 你没有苦恼 没有苦恼 就没有烦恼 烦恼加苦恼 你以为是烦恼 其实是苦恼 没有钱 上不了楼 下不了车 那些是苦恼 不是烦恼 你以为是烦恼 其实是苦恼 这些是生活上的不逼 或者有病 这些是苦恼 不是烦恼 这些是病 所以你能够修行 修得好的时候 你自然没有了 所以我们很容易 每一个佛堂 都是三尊菩萨 我们修东墨的人 甚至我们什么都修 我们是圆容派 什么都修 第一尊修药师佛 他没有病 所以我自从归医后 都未看过医生 所以一开始就修药师佛 以前做医生 学佛 当然是修药师佛 修药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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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你更害怕 第二尊修 修 修 修财神 修大一天 修成 大一天 不然你有钱 就不用修大一天 没有钱才修 修公音菩萨 即是教父教南 公音菩萨 第三尊 准提 满众生的愿 有健康 有钱 还要满愿 不要被小孩激生 现在的 你们被小孩激生 我们被徒弟激生 满愿 满众生的愿 满你的愿 三尊修得好 没有苦恼 没有苦恼的时候 烦恼也会解决 越修越贪 便会有很多烦恼 当然不会 贪 怎会有烦恼 你只要拿得正 便不会有烦恼 有钱之后 我们偷偷四千元 租过佛堂 搞到三更廟 现在有钱了 有钱我们是不蓄金钱 你可以不蓄金钱 钱不是我的 钱是长住的 所以长住有多少钱 都不关我事 所以不蓄金钱 钱不能让我乱用 我需要就用 不需要就不用 要买车 这些长住有用 不需要 这件衣服 十年二十年 不知道多少年 拖鞋 穿了五年 因为它还没坏 很耐用 沙滩鞋 经常都不坏 不坏 不坏 你又不能丢 但下面的雅 已经磨得滑 下雨又很滑 但为什么不能丢 面不坏 不是我们追求潮流 不是打开个柜 今年行什么 你们打开个柜 一百对鞋 二百对 美代 你又不知多少 五十对吧 所以我们只有一对鞋 一件衣服一对鞋 那就足够了 所以要不蓄金钱 所以看你这个人究竟好不好 有了钱 不是一定会贪 不是一定会贪 不是一定会堕落 有了地位 就可能会堕落 没有地位 就不会堕落 所以爬得高 爬得高 就会堕落 但我们也不会堕落 我们得蓄金钱 即是你的心持得正 就可以了 所有的东西要看空 看空才能够有新的境界 新的境界 不足金钱 吃的最简单的东西 所以你们吃这么多寿司 吃这么多鱼 鱼鱼鱼鱼湯 又不是这样 我吃荒叶 吃了几十年 又不是这样 荒叶 我们自己种 因为现在自己撕回来种 我们有很多万赤地 你们自己去种 所以 不要撕我的那些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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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枫薯叶有个好处 就是我们没有风湿 为何没有风湿 枫薯叶有些 有些润滑液 黏黏的那些 就是你的骨胱里面的润滑剂 好过你吃葡萄铜胺 比如 软骨素 就是葡萄铜胺 所以 这个枫薯叶是自然的 而且 它有抗癌 所以 林郑医兄喜欢吃 我们也喜欢吃 是的 他说他喜欢吃 我们明天 欠给他 然后 拿回一宫功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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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要正空省 兜率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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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讲 自地 自地 善修 自他 自利利他 善主 修行 修护烦恼 离小成行 修行 就是要去除烦恼 你要减少烦恼 为何烦恼呢 就是不要贪 不要贪 世间的东西 你要知道 这一生 不是你最后生 不是你最生气 那一生 你将来 还有无量多世 还有 你要死的时候 一定有业镜 大多数人都有 那天 听收音机的时候 有什么姓周 有什么博士 做警察 他找画像机 从天空落下来 六层楼 六层楼 一跌下来 两个人离开了 离开了 即是他的身体离开了 看着飞机 跌下去 看着自己的身体 下面跟着他 跟着他 跟着 第一件事 很多业镜 以前做的事 好事坏事 立即出来 这叫业镜 所以你不要吃那麽多寿司 不要买那麽多新鸭 鸡鸭 那些 到时你死的时候 那些业镜都走出来 跟着就有声 告诉他 如果你想就这样去 你就敷起最后的光气出来 即是有个金光围着他 他说好像要母胎那时的光 其实一个人有一个业 一个人有一个能量场围着你 所以在母胎里面 他虽然跌下来 那个人在这里 他身体在这里 飞机在这里 身体在这里 但他人离开了 很多业镜的东西 出来 如果他害怕的时候 去地狱 不是用两个牛头马面来捉你 是你自己害怕 以前做了那麽多坏事 死了这次落地狱 马上落地狱 做了那麽多好事 我不去天堂兵害 上帝马上接了你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敷起来 如果你不想去 你就不要敷口气 他不敷口气 就跌下来 第一件事很痛 慢慢地 所以不要做太多坏事 因为有业镜 有业镜出来 所以你做的善恶业 会 年中的时候 会出来 所以做少些 就做少些 以前做了那麽 做多些好事 補回 因为朱研英 徐宠更清执 当然要那些先出 你一世流流畅 出了你所有做过的东西 买烹饭碟 那些不算 因为那些小一点 所以做多些大的业 就带他出来 救众生 我捐钱 都是黄龙子 喜捨利 所以做多些大的业 就遮住那些旧的恶业 现在还来得及 现在还来得及 你可以将原来 改造好的东西 都可以 现在开始做好便可以 以前做坏的 因为他久了 他就变小了 除非以前 杀过很多人 杀过很多人 你都可以救很多人 所以这个 戴口罩也不可以救很多人 你戴口罩也不可以救很多人 谁知道你有什么病 所以这个 善心 令你修护烦恼 离小成人 生贵住 就变成了你的总性尊贵 人家安住在那里 这是佛弟子 佛弟子 很多护法神 护着你 所以不要令护法神伤心 所以我们无论多忙都好 功课都不要 不要说 不得行 不得行 你不用吃 每天都要吃 你不用吃 人家都要吃饭 你不用吃饭 所以我们每天做开 每天都要做 只可以加 不可以加 听我说 修行的东西 最头头 不要想得这么大 不要地要北空誓北成佛 所以这个方便巨足住 这个方便度众生 方便巨足住 就是安住在方便善口 安住有些众生对你怎样 你有些方便应付 这个方便是什么来的呢 懂得爭怀住 有些众生喜欢悉灾 喜欢帮他们的 怎样帮他们的 那就帮他们四个 即是墨中就有 正心住 得确定治 依佛法中 虽蒙邪处 正见不动 首先 人家叫你学别的 你有个 所以对佛法有的信心 所以信为道源 功德无 这个信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切诸佛 作为从信而成佛 所以信得肯切的时候 你就能够安住 如果别人说什么都不会听 不然别人说一说 联明亚法 别人说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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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真实 离过清静 如世子同心 无有污染 好似同僧 这个都是 这个十住 都是照十地 这样去说的 这个都是 跟十住一样 十住 这个十地一样 布施持戒 引入正尽禅定智慧 这个同僧住 在同僧地 第八是同僧住 第九是法王子住 依佛法中所行住处 出身正治 堪枉究竟菩提 所以安住在佛法里面 十观顶住 行修上信 佛至现前 即菩萨学一切智 能受佛记 所以这个十住的时候 要安住在菩提心上 但发佛菩提心 那你先有信心 你先有信心 那你先有信心 那你能安住不动 所有的人跟你说什么 或者遭遇到什么 逆境 信境 你都不会动摇 首先第一件事要安住 所以这个叫做十住 看完十住之后 以时佛神力固 六种十八相震动 与天苗花极妙音声 这个六种震动 什么动边动 这些震动的声 其实就是 能破十八戒 声繁色声 喜子铁城 所以说对的就是大地震动 大地震动 连铁怀声都震动 所以能够救导众生 所有的所有的东西 好像你遇到一些很紧张的东西 你会打冷震 打冷震的时候 所有感受都有了 所有天人外鬼 阿修罗地震动 都感应到你这个东西 因为说完这个十住之后 大家都信心都教 第十六 梵行品 无相修意为 正行至此成熟 正念天子民 菩萨依如来教 掩依出家 云何以得梵行清淨 法为菩萨仁 应以实法为圆 为生与二叶佛法 增介 如是观义 医生无所取 医修无所着 所以如果你能够清淨凡行 就最好 不用隔离一个人 你想走到左边 我想去那个佛堂 不可以 要那个 即使是学佛 你不要说不学佛 不学佛 尽量值就看你 我信耶稣你学佛 又不离婚我 离婚我分钱 你又不舍得 所以他要清淨凡行 所以清淨凡行 你就不用有那么多事挂累 所以修行是要凡行的 即是一个人 因为一个人的心 我们为何会出家呢 除了刚才那句之外 还有 因为你一个人 已经能功能顾 还要顾第二个人 我的心想什么 最惨要顾外家 顾外家想什么 还有外家 还有亲戚朋友 你和一个人结婚 你和整个香港人结婚 在一起 所以不要就是清淨凡行 追着数 将来的化骨龙都不知怎样 找个同事综合症 小言华悲症 接着生玻璃骨 你一世都给他 所以这么够胆 又不知你们为何会这么够胆 我又不知我妈 为何这么够胆 生了我出来 所以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凡行 好过不凡行 老实说 所以 医生无所取 所以出家之后 对身体无所取 医食住行 这些都是假的东西 不用吃好的东西 不用做好的东西 不用做好的东西 医法无所着 不要执着你的法 我的法就是对的 我就是对的 你的是错的 我们法界原派 所有法都对 不过 有不同的阶段 就适应不同的法 所以我们超级市场 所有法都摆出来 但是你们呢 就看你适合哪个 就拿哪个来收 收一收 还有没有递个好些 那我就介绍给你了 你适合那个收 我会硬押借给你的 我们有商业道德 所以我们虽然推销完 但是我们不会怎么来 所以你喜欢什么 我们都不会怪你 你喜欢睡觉都可以 睡觉都好 睡觉成不均 睡觉都没有做业 睡觉会增长善根 所以 如果你受了戒之后 你睡觉 那就会辞戒 因为睡觉就是辞戒 没有睡觉就是辞戒 不是睡到就辞 所以随便又精 你受了五戒 那你跟着又睡觉 那你就会辞戒 那你起床 起床一两个小时 或者两三个小时 乏戒都要乏极有限 所以你睡觉的时间多 越多 你就辞戒 辞得越好 所以这个 这个戒会增长 所以随便又精 持戒的时候多 乏戒的时候少 当然是说笑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戒律才是这样 修行要精进的 这个 这个 奉行 医生无所取 医修无所着 医法无所住 不能够执着一个法来修 此世不移动 比世不更改 这一世不要退心 下一世都不会再更改 第一 凡行不可得 住无相法 方便自在 应修十种志 一一力中 有无量而 苏认智盟 以佛法中 不生而解 一切诸法 侄得以前 初法心词 即得成佛 概为知一切法 即自心性 如果你能够知道一切法 是自己心性的时候 你就可以成佛 虽然说十字 十行十回向 但是不一定要经过 这是一个大家所行的准则 但是不一定要经过 有些人一念超十地 我们立即就过 这是阶段 阶段不是每个人要经过 看你的善根 这个就是 第十七 初法心功德版 究量显胜 经中天帝色白 法慰言 开发菩提心 有几何功德 答此失此意甚深 不可以世间乐具 及四禅四空 下四果可比 四禅四空 四果 不可以比 四禅 离生起落地 正生起落地 离起妙落地 写念清淨地 四空 空无边柱色 无边柱 无所有柱 非上非非上柱 四果 一果二果 三果四果 阿罗汗 这些都超乎这个 因为你发菩提心 就超乎二成了 这些全部四禅 四空是外道的 这个四果是二成的 所以你发菩提心 初发已经超过二成了 因为他日中一食树 一食树 一食树 去喂蚊 所以被灯隔热 弱窄蚊 都可怜 所以你已经超过他 因为他为了自己 你为了大众 虽然是辛苦些 所以以前有个 杨特法师 有个徒弟佛光 杨特法师说 正在阿罗伯火 在美国 他的徒弟佛光 曾经说他静了度 他师父静了度 一百年初高增 更厉害 他说 我说你正小成有什么好 小成好像街边吃鸿吞面 吃饱了 所在以弄行以立 不留后有 我找到些快的 有正面 没有吃鸿吞面 小成是吃鸿吞面 我们不吃 正面 吃了之后饱了 所在以弄行以立 不留后有 五静居天道 幸福算数 但大成呢 大成呢 不是 我要半岛酒店 延开百围 请了所有的 所有的亲朋式友食 威威水水 威威水水 肯定有牌 吃饱了就睡 肯定好 吃饱了就睡 吃饱了就睡 还是方方光光 延开百直 请了亲朋式友食 这个是看你的 是吧 值得挨 你就去挨 你觉得不值得挨 你就自己走 你自己吃饱 你就算 吃一碗正面 你饱了就算 这个是小成的 如果你说值得挨 那就圆开百直 但是你知道 圆开百直 在三大阿珍奇劫里面 是有很多成就感的 你拥开百直 你首先 坐到十元 很开心 我十元 我请很多人吃 接着不行 我要一百万才够 接着二十元 接着三十元 每一元 都有每一个满足感 所以三大阿珍奇劫里面 你走每一步 都有满足感 小成一下子就满足了 睡觉 有什么没用 你看看你 你喜欢吃饱 睡觉 你就去小成 去五静堆 如果你是喜欢挨 挨也不会辛苦 为什么 你愿意挨 就不会辛苦 你不愿意挨 给皇帝你做得辛苦 皇帝 这么早起床 我真的不做 所以麻烦 所以你愿意挨 就不会辛苦 所以有些人说 为什么收这么多法 你不觉得辛苦 最重要是不觉得辛苦 你自己喜欢 就不觉得辛苦 你老板叫你做一件事 全怪多事做 但你自己去摸 摸摸什么 摸多少 拆模型 拆几天的东西都可以 打手机 打手机 打几天的东西都可以 但老板叫你上网 你就跳起 多事做 你叫我做这件事 但你自己愿意 你就日以介夜去做 你都可以 所以这个 不会因为 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个 大成 和小成 这个 所以 发心的功德 是很大的 第十八 所以 所以 为何 一学佛 你就有障碍呢 因为你学佛的时候 就发大心 地要不空 世不成佛 然后就縮縮縮縮縮了 从小的小成 所以 然后佛菩萨 会很傷心 不护人 你就会障碍 很简单 所以 所以要慢慢,菩提心能二法,长久心能词 慢慢加心它 所以加了一些东西,不要退,就会一路上升 一路退的时候,最初做得很勤励,越来越缩 现在人们是这样的,头头念四个字 头头拿着那四个字,哦,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日以计夜地念,十个小时八个小时 一年一万,二千一千,打麻将,打麻将就吃不出阿彌陀佛 都有念的,都懂得念阿彌陀佛 佛弟子都好过,不是佛弟子,佛弟子一把桌 你叫阿彌陀佛都算有时间的 所以这个十注版讲完了 然后就是卷中,这里分开三卷 然后就是夜摩天宫 夜摩天宫是说十行 安住在菩提心之后,就行六道波罗蜜 这个叫十行 这里有四品,总共有三卷 星夜摩天宫第十九,夜摩天解证宫是二十,十行宫是第二十一,十无尽 无尽藏宫是二十二,这里有四品 星夜摩天宫,京宗,宝圣殿内,化作莲花,狮子座 有百万几,香夹万盖,横盖铺,周遍十方,供养依佛 这个韬利天叫做妙圣殿,夜摩天,韬利天是夜摩天上高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说过,三千大清世界,三千大清世界 一个世界,一个娑婆世界,就是大清世界 大清世界里面有一千个中清世界 一千个中清世界里面有一千个小清世界 小清世界里面有个小世界 小世界里面有四大暴周 四大暴周,接着这里是韬利天,夜摩天,这层是夜摩天 斗淑天,化乐天,他化慈在天,这个是最高的 所以现在讲的鲁诗诺佛在这里 化身千百亿,这个是我们的小暴周里面 所以经常都是一个小世界里面 小世界里面有六个天,六六天 我们在南千堡周,香港佛,佛教清灵中心 里面是韬利天,韬摩天,韬摩天,兜率天 然后是他化自在天 还有很多天,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化乐天没有去 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是一样东西,大家都可以化东西 不过他化自在天,连自己变出来都不肯,抢人变出来的东西 这样才够威,会变,我不变,我喜欢抢人 就抢你的,看你怎样,够威水 所以这个是化乐天,所以整天都在天里面 夜摩天,兜率天,再升高一层,三千大千世界 这里是初禅天,上面是初禅,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是二禅,三禅,四禅在上高,四禅是悉旧景天 所以初禅天,大凤天王就在这里 大凤天王管一千个小世界 我们的世界都在管一千个小世界 所以这个凤天是初禅天,初禅天里面有很多个天 识界天都有很多个天 这个夜摩天,宝圣殿,有百盟亦 夜摩天陈恒,唯心所言,意为菩提心中,第二心上 诺修诸行,十南菩萨,了知一切法,自性无所有 所以一切的东西都是唯心所言 因为天上是任它变的 这个虽然不是化乐天,但是夜摩天都是随心所言 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因为它是灵界 灵界了是随心自然 我们的祖先都是,你买这只紫宅的宵珠 变了这只争宵珠,因为它自己会变的 只不过你引起它变的兴趣 所以不用浪费,没有,你找我 都是要真的,真的有味道 因为有些祖先是喜欢闻味道的 如果它被塞就无所谓了,用指责都可以 最惨的不是被塞,它会闻味道的 所以有些是用舌头去舔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厕所旁边的销纳店买东西 舔完那些东西就舔着销纳,舔着很开心 你又吃得很开心,多些味道 所以买一送一 所以它是随自己的心变出来的 所以夜摩天空是随心变的 所以这里就说天上的东西是随心所言 我们的东西就不是随心所言,我们的东西是钱买回来的 但你亦都可以随心所言 当你正道的时候,你就可以随心所言 不正道的时候,你就受了密质的定律 好有好处,人家做了给你,不用变就更好了 但这里自己变,自己变都很多顾忌 又不能变大过人,又不能变好过人 旁边那个威衰过你,你不要变得好过他 在他面前要认低威,你都很难做的 所以天上,我慢更高,要我慢 你不能慢的时候,就让别人慢 自己功力不够,你就让别人慢 所以这个是夜摩天整戒品 接着是十行品 经中功德能菩萨,成佛实力,入善思维 十方佛如,与智摩顶,十方佛加持 从定而起,告诸菩萨,行不可思义,与法界等 有十种,欢喜行,遥益行,无谓益行 我们看旁边的表 欢喜行,起心,行思令他欢喜,一切能舍 三时无悔,蒙生无法,祖者欢敬 欢喜行就是因为初登欢喜地 如果你能够欢喜,布施就可以令欢喜 欢喜行就是自己欢喜布施 令众生产生欢喜 因为你能够报施就欢喜,你付钱他就会开心 没有人不喜欢的 这个就是欢喜,令大众欢喜 所以如果你没有报施的我,没有报施的对象 没有报施这回事 这个欢喜就是初登欢喜地 所以,布施能令一切众生欢喜 所以你要报施 遥益行,以慈戒遥益一切众生 所以这里,这个实行其实就是 报施、慈戒方面的历志 遥益行就是慈戒 慈戒,为何是遥益到众生呢 慈戒就是不杀生 北杀生戒,众生见到那些鸡、鵝、鸭 那些东西,见到你就不用怕 他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不认识我们 今天就很开心 他来认识我们,走都走不及了 所以这个遥益,你报施呢 就是你慈戒,即是报施、北杀 我不偷盗你的东西 大家都不用怕你 所以大家都不用怕你 所以警察见到我们 都不用查酒精 我们是不喝酒的 所以他们都不用查了 你慈戒呢 众生就会报施众生的风起 所以你能够遲五戒 大众都很放心 众生都很高兴 杀盗人妄 不会对我说话 不会偷我东西 不会杀我 这个呢 就是姚益行 无亲谓行 就是隐欲 收隐欲行 离亲恨心 这个 十行就是 报施时界隐欲 征信禅定智慧 不止六度 十度 这要讲十度 为什么呢 十地就是十度悬崩 方便的历志 在后面那里 这个 隐欲 所以呢 要隐的 所有东西都要隐的 现在我们都要隐 你要隐 动力要隐 所有东西都要隐 不要说隐 隐了你的化骨笼 隐了你旁边的那个 真的要隐 所以呢 我们隐少一点 你就隐多一点 无所谓的 隐得越多越好 这个呢 无尽行 精进了 精进用功 没有时间 就要精进用功 那你当然是修佛学 就比打机好 打机打得久 有什么益处 你修佛学 至少你念多点 供应多点 佛菩萨都会帮你 没有多着数 别人 修一修就凌 念十声就凌 你念够一万声 那就没有事底 时间又多的嘛 大家 打得不打得最好 会赢会输的嘛 打机好着数吗 会硬疯的嘛 眼疲疑的嘛 好着数吗 手指会痛的嘛 但是学法不同 学法有好着数 没有事底 就是 撑回钱 所以 你说 学了饭 吃齋 哇 鸭鸭鸭鸭鸭鸣 不用 如我 那你撑回多少钱呢 就是吃蜂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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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河流 障身边的龙葵可以吃 黑色一粒的龙葵可以吃 很乱的一滑下去就化 荷物很多食物可以吃 所以省很多钱 一天吃斋 银包就账本 所以天下杀身无我饭 银包会多些钱 所以无进行勤修 离痴乱行就是定立 禅定 上修定义 远离如痴 虚妄分别 依一切法 无所腦断 所以修行的东西除了修福之外 还要修定 福慧俱足 要修福和修慧 所以要分些时间来修打坐 因为打坐是佛教能够拿到功夫的东西 所以多忙都好要抽些时间来打坐 所以要念佛 打坐念佛都好 比这样大声喊 所以要打坐 打坐就是定了 所有的东西都在定里面 你能够去到量子力学都是靠定的 你没有定你永远都在墨则的世界 你有定才行 头头打坐的时候 你打得多就行了 头头十分钟 然后二十分钟 一路打下去 你能够打坐 那个定力就会加深 所以离枝乱行 善言行 知法实相 波也现前不舍化道一切众生 无着行以无着生修之善行 第八尊重行 承受种种殊性善根智慧等法 由此以来之行更争收责 第九善法行 成就种种善法 第十真实行 成就第一真实之语 虞说能行 虞行能说 虞行相应 所以这个叫增实行 这个叫增实行 其实就是 布施时界引入精进 然后二十二 这个实行说完 实藏品 清胜修行 意为 稳疾实行 成此实藏 即是十种坚固 实行就像十种宝藏 坚固增长 不可破坏 其中有十种 一种叫信藏 则契理 意叫做沉藏 沉藏就是沉愧 纯上言性 第三就是愧藏 你修这个实行 就有十藏 第一是信藏 有信心 第二就是沉藏 有沉 沉就是尊重言性 第三就是愧 他轻他暴恶 即是不做坏事 第四就是戒藏 防非止恶 第五就是念藏 明念不亡 不会有执念 第六就是盟藏 无所不知 第七就是思藏 写而不论 第八就是谓藏 耿扎邪正 有智慧的分别邪正 第十就是词藏 住持不忘 第十就是辩藏 说法无碍 智利利他 这个就是十藏品 清姓修行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讲到十住 十行 下一次就讲十回向 这个就是花言经 是讲正道的经过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继续再讲